受到一個力,所形成的每秒每秒的動靜 力的定義是,我們知道一個物體受到一個力的時候,它就產生了加速度 就是牛頓觀察,只要受到力,它就產生了加速度 只要受到力,它就產生了加速度 所以,牛頓就是從加速度來觀察力的大小 所以他定義了,一牛頓就是一公斤的物體 所以,你產生了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這叫做一牛頓,你加速度越大,它的左需要的力就越大 你對一個物體,越重的物體施力,它有需要力越大 講清楚嗎?如果我們做成定義的F和MA 力,最後在一個物體上產生一個加速度 當你需要的加速度越大的時候,你需要越大的力 當你做在一個比較大的物體,要形成框子加速度 你需要的力也比較大 或是我們可以講說,力正比於質量,力也正比於加速度 這樣清楚嗎? 所以,力就被定義出來了,這是牛頓的定義 所以我們會用逼牛頓來表示這個力的大小 每公斤的物體,當它形成了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的時候 它勢必受了逼牛不能力 那,怎麼概念? 有 有概念嗎? 有 好,我們現在找個同學,再講一遍我剛剛講的話 不然你 哦,我就知道你沒有學我 是嗎?好,你說 嗯... 你剛剛聽得很仔細啊,所以就點你啊 說不看 我應該承認 蛤?承認,一牛頓是什麼? 一牛頓 就是,到一公尺的物體,產生每秒一公尺 每秒,前進一公尺 每秒一公尺 加速度 加速度是每秒,不是每百一公尺 加速度要怎麼講? 每秒,每秒 對,產生每百每百一公尺 為什麼叫做每秒 因為它... 巧,什麼是速度? 速度是每...平方... 每單會時間... 每單會時間,說走的距離... 是不是? 速度,什麼是速度 每一秒都走公尺 就是速度嘛 可是每秒都是公尺 就是速度嘛 每秒,每秒 每秒幾公能速度嘛 那我的速度變化量 就是我的加速度啊 哦... 所以我必須再把速度 再加上一個S 所以變成 S平方跟M 每秒,每秒 改變多少公尺 或是每秒 改變多少速度 每秒就改變這個速度 加速度嘛 所以如果 你的速度是指余在下降 那它上面的速度就是... 是... 是速度 欸,沒有錯 我們今天是速度啊 因為我... 還在跑 不然煞車 這個就是速度啊 哦... 我在煞車嘛 一定要換上速度 OK? 這樣子OK嗎? OK嗎? 好,那第三個動力 好,什麼第三個動力 什麼第三個動力 你 호 火 你給一個烏茄 你給一個烏茄 исin 給一個烏茄 puis USA 他會把它放出來 可是... 可是.... entw units 那這就是我的指量比較大 我去打人的時候 這個我會飛走 通常是我的質量比較大 我通常沒有那個瘦子打人 就會飛起來 就不合你 誰說不合你的 所以 我覺得 你自己的話 那個 就是假如我打一個人 如果飛走的話 如果按照反中列分 那如果我也會飛走 沒有錯 可是為什麼 你說你可以把人打飛走 打小孩 打小孩啊 對啊 你就騙你 你當小孩就小孩飛走嗎 對吧 所以假如有兩個人 我和另外一個人體重一樣 然後我 他飛走 我打他 他如果會飛走 待會兒我也會飛走 對對對 因為我就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飛走 因為你要想 通常你要把人打飛走 你私人力會在他的直心上 對 而且這時候你的腳 你的馬步 你的空間不是蹲穩的 所以私人力已經 低量已經往前起了 這時候力子的關係 你見人會 所以我如果站直的 如果你是站直這樣 碰他的話 你已經兩個向後倒 對不對 因為我在向後倒 我是向後倒 是不是 你懂意思 我如果站直的 跟兩個互推 我不是很同 因為是兩個互相倒 可是我如果是 馬步出逃 或是攻堅步出逃 我打一個人 我不幸運反彈 沒有錯 但是基本上 你要把他打飛 還是他實際上比你小 他有機會把他打飛 你要有機會把他打飛 除非你揍他 對不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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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作力 有幾個現象 第一個 他同時間存在 你都不會是 不會有讓你打回來 不會 是同時間存在 當你打 A 打到B 那你剎那B 就已經對A作用了 另外一個 我們家的鋁球就是 反作力 對 反作力 對 反作力 反作力 第二個就是 它左右在同一條直線上 作力跟反作力 大小相 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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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 感覺更有 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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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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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錯誒 哪裡錯?哪裡對? 有Bug 都一樣,都是抵消 為什麼錯? 因為Bug 有Bug,他有Bug 會不會抵消? 座妮跟反座妮會不會抵消? 可以抵消 所以你講的跟陳佑是一樣的嗎? 我講一下 你不會抵消? 志傑,會不會抵消? 座妮跟反座妮會不會抵消? 座妮跟反座妮會不會抵消 方向不同 你看喔 一個物體 一個立 一個立 他就可以抵消 他合力為力 座妮跟反座妮不是這樣符合嗎? 座妮在同一個直線上方向相反 大腳相折 可不可以抵消 可以 讓他維持原本的狀態 可以 那我先把他改過來方向 我是往外拉 可不可以抵消 可不可以抵消 會不會物體啊 我往這邊拉 他會抵消 還有一個方向褲 那如果在外太空 然後我拿一顆小鐵球 然後向太空船的某方向丟 那我是不是往後飛 那打到太空船的某部分 那鐵球會挺住嗎? 還是因為質量不同 所以鐵球一樣會彈走? 鐵球會彈走 鐵球會彈走 因為沒有錯 因為質量不一樣 這以後你高中學碰撞的時候 可以覺得到 鐵球撞到小大問題的時候 這鐵球會彈走的 這是一個固體 我兩邊施力 有沒有抵消 有 我施力 有沒有抵消 你為什麼不知道他抵消 因為他可以動 他可以動 合一為力嘛 對不對 所以兩邊可以抵消了 那豬肉力跟反送力 你有沒有抵消 如果可以抵消的話 我丟石頭 我不會往後飛 不會啊 不會的嘛 抵消都不會動啊 不會的 你有沒有說你在什麼環境 不會的 不會的 你上來 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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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我現在站姿 我現在跟陳曉 你看 我會向後退 那是故意的 演出來的 哈哈 推我 你看 如果你會站這樣 你要站平的 來 你推我 用力 哈哈哈 你會向後 我沒向後 再一次 對 因為你站起來了 你再一次 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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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怎麼會轉那麼近犯規啊 好 我相信 有嗎 你這樣有人追牆壁啊 呃 有人追牆壁 哈哈哈 你會 噁啊 我 我 我 OK 喜歡 板坐力跟板坐力 有沒有抵消 有 有抵消它不會動啊 對 有抵消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我看 我不同的物體都抵消了 對 坐人在不同的物體上 不可能抵消了嗎 坐人在不同的物體上 坐人在不同的物體啊 你看我 我推他 我推他在上 這個盒子怎麼會有施板動力 有啊 沒有啊 有啊 有啊 怎麼不想等 怎麼不想等 坐人在不同的物體上 你看我 我推他 我推他在上 這盒子同心會施力到手上 這個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對 坐在同樣直線上 但是我施的意思 不會 盒子施力啊 盒子的反動力 是施到手上面啊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兩個力沒辦法抵消 因為它坐在不同的物體上 懂嗎 我剛說兩個力會互相抵消 就是我兩個手同時都在這個盒子上 所以在盒子收了左右兩邊的力 所以要抵消了 可是我施單單要施力給他的時候 我的手 施力在這個盒子上 這個盒子也施力在我的手上 所以這個 力沒有被抵消 我施力在這個盒子上的力沒有被抵消 它不會因為它坐在我手上 它抵消了 再揮一下 有聽懂我意思嗎 冠檸 有聽懂我意思嗎 我不能再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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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懂 你根本沒在聽啊 你要隨著聽一次 你要注意聽齁 好 好 方便耶 反正你 但是因為你不能有盒子帶 就大家要 好 反正有盒子帶 我們再看就好 那你都不記得在這裡 你會看到這裡 反正有缺點是因為你沒有運動 好 好 你可以不用睡在這裡 那什麼是游動運動 原來 原來運動 是 蹲在地上晃身軽症 這樣 跟你說起來 要避免自己晃身 要隨著地上晃身 要隨著地上晃身 不要隨便晃身 也不要 也不要怕呆 也不要分散地的注意力 也不要 好不好 不要分散地的注意力 一直分散地的注意力 你都沒辦法上個 好 好 游動 圓周運動就是有圓心 然後有個東西 繞圓心的 然後 那個 那個 繞圓心的 東西 的物體到圓心的距離 永遠走 好 OK 非常好 圓周運動就是一個物體 它繞了某個支點在做運動 而且那個距離是相等的 它叫圓 圓 圓周運動 它在圓周上 好 那我問一個特例哦 夾在图屏上移动 他们做圆周运动 他们做圆周运动 同学,他们做圆周运动 有 哪里做圆周运动 圆间距离有都一样吗 这一段是做圆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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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是圆周运动 这一段是圆周运动 它有过,它只是分段做 对,分段做 它是随时在做改变的圆周运动 它也是圆周运动 好了,那我们回过头看一个事情 看一个事情 这个物理称之运动 这物理称直线运动 它等速率的直线运动 它等速率的直线运动 需要他们受力 他们受力 它在做等速率的直线运动 就是每秒都乘一公尺 每秒走一公尺 这个方向运动 需要他们受力 有没有受力 没有 有受力 没有受力 有受力 为什么有受力 有恐怕,哪粉 我没有加速率 他要什么加速率 他没有加速率 現在鳥頓第二天照點 隨時都在搶著自己 邱宇 MMA什麼意思? 我只是掛 牛頓的加速度 送啦 我覺得他已經被志宇誘過了 他不應該只有那 好沒事 不要講鳥話 志宇,送到MMA 加速度 怎麼樣 M的話就是... 怎麼樣 然後... OK 看看這東西他高水級 沒有 反正就是可以要說... 欸 沒秒數 說... 沒秒數加速度怎麼樣 就是... 說好的說法 OK 這是一個說法 看看公司還有想到什麼事情 就是... 他... 來... 有沒有什麼東西要補充的 有問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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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跟志宇剛剛講是一樣的 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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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沒有質量的物體 不能 對不對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沒有質量的物體 不能喔 所以這等式要呈電的話 假設有力 就一定有什麼 加速度 就有加速度 只要有力 就一定有加速度 所以當這個白色的物體 在這條直線上 乘等速度去動的時候 這有沒有受力 有沒有受力 有 有受力嗎 沒有 等速度耶 加速度是多少 0 加速度多少 0 剛剛加速度是0 之後 0 可以 所以這個東西有受力 這東西沒有受力的喔 好 就算有受力 它合力多少 0 合力 合力 站在國的關心運動 喔 國的直線運動嘛 所以剛剛之前講 它有可能受力啊 但再加上摩擦力啊 就抵消了 抵消什麼意思 合力多少 0 所以我離合情 點的情況下 它成了職線運動 沒有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我現在呢 我想要讓它 等速度 等速度 等速度什麼意思 就是 速度一直一樣 速度 速度 速度一樣 但是方向在改變喔 人家說速度一樣 但是方向在改變 我們剛才講 速度是只有代表這樣的速度 但是 我們假設這邊是 每秒一公尺 但是我希望它稍微轉個彎過來 轉到這邊來 也是每秒一公尺 嗯 速度大小一樣 但是方向改變 我要撕什麼力 才能讓它改變方向 呃 撕什麼力 我要撕什麼樣的方向的力 才能讓它改變方向 來 我如果的方向是 假如我這邊撕力的話 它的速度會變成怎樣 方向會變成怎樣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好多力 我不知道你待會再說 好 我再說一遍 好 現在這個固體呢 往速度移動 好 沒有秒一公尺 我如果沒有撕力的情況 就要它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 沒有問題吧 等速度力就是方向沒有變成等速度運動 好 好 我現在撕一個力給它 這個方向 方向 方向往哪邊移動 或是哪邊加入 或是往哪邊改變方向 或是往哪邊增加速度 它要往哪 欸 往下面一點 我這邊的力耶 跟這個 跟這個運動方向 平行的 會怎麼樣 那就 加速度 它會加速 方向會改變 不會 方向不會改變 對不對 方向不會改變 好 那我如果 把力改成這樣子 夠了 改成這個樣子 會怎麼樣 它會減速 會減速喔 對不對 我的力 我現在畫的是力 力會減速 好了 這兩位同學 有 我自己 你 を 我可以 如果是這個方向力呢 改變方向再加速 它按要怎麼樣 沒有 そして要說他有この方向 改變方向再加速喔 就是改變方向再加速喔 只有改變方向再加速 只有兩方一目 是 是 改變方向再加速ikalikalikal keeping 这个力 这个力可不可以分解 可以分解一个跟这个方向平行 跟这个方向垂直的力 可以分解一下 跟这个运动方向平行 跟运动方向垂直 可以分解吗 没有错 可以把这个绿色的力分解吗 可以 画长一点比较容易跟起来 大家不要看清楚 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就是你会懂 超好处 我把它分解成这两方向 这是一个垂直方向 这两方向是垂直方向 所以我可以分解成这个力 跟这个力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方向 银行运动方向力 可以让它怎么样 什么 银行运动方向力 可以让你这个东西怎么样 我的假制度 这有加速 会不会改变方向 不会 但是 你就是说这个力 会让它改变方向 是来自这个力 让它改变方向 对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一个运动中 一个运动中的物体 它能够改变方向 都是来自哪方向的力 你它垂直 OK 被拉了 你它垂直方向力 好 所以我只要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 它往这里移动的时候呢 我要它改变方向 往旁边施力 垂直方向 我就在这边试个力 它 它就会往下移动 对不对 好 当它移动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是这个样子 好 我再思一个方向 去往 垂直方向 再思一个力 它还是往第一 那我再往 欸 超于回ival 又入境 是不是它就变成这个 拖手的方向 好 然后呢 它就是一直 对的直应在运动 运心 遗心 一段来 沒關係,看了什麼就好了,他在做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是來自於一個朝的向心方向的力 你看看,就是一個圓周運動的話 是不是向你圓心的方向跟垂直方向會永遠成準度 沒錯 我們垂直方向的力,我們是要轉動 形成一個圓周,轉動一個力 那問題 我們從...誰問題? 剛剛是誰說,我有問題 有問題是說夢有的 好,從圓周運動,從向心家序的力量 形成圓周運動,我們可以想一下為什麼月球不會掉下來 因為地性力,地性力差的 地性力差的什麼力? 地性力是月亮成圓周運動的什麼力? 好,非常好 所以假裝,你拿個繩子 用我們長官,我們不見了 老爸 老爸 隔壁啊 鲜鱼啊 每次去把老爸拿 鲜鱼 先拿去隔壁的 把他衝到來就這樣 我現在這東西我拿去全中運動 好 為什麼不會背走 因為讓我先拿去拉 我知道 我拉著 拉著拉著繩子 這條他的帶子 是他的什麼力 他向心永遠是 向心的力 我的手指頭是他眼睛 對不對 所以在運動的時候 他的地質被改變了 被垂直方向的力改變 沒錯 好 我覺得他可以形成一個 游動運動很好 對啊 既然他有那個向心 因為整個月亮會被拉來 因為他好平衡 要好平衡 紅的 所以如果他見過一個人的話 月亮就來向心 沒有錯啊 或是越來越遠 或是他整個月飛越遠 所以假如我們怎麼 衛星轉到月亮 他越來越短 他看你的改變的 幅度大不大 他看你的改變幅度大不大 他看你的改變幅度大不大 知道一下月亮 大概每年 他的 他到地球公園 到地球公園 這個半徑 每天他增加兩公分左右 就在離地球越來越遠 他離地球越來越遠 對對對 月亮 月亮 所以 所以月亮 不是吧 這跟等同關係 那月亮不難上去 那月亮不難上去 那太陽 然後怎樣 是離地球越來越遠 我想說 好 月亮離地球越來越遠 有什麼好處 好嗎 那個 那個 稍微說晚上 月亮就下 然後我們還在亮亮 我知道 不知道有什麼 壞 晚上會變長 不會吧 晚上變長嗎 會長長 晚上會變長 這什麼關係啊 因為他離地球越來越遠 因為他離地球越來越遠 他如果一樣的速率在 要往地球轉的話 請問我們覺得 晚上是因為有什麼關係 是因為地球已經轉到太陽 透過 是因為地球自轉 那這跟月亮的關係 應該是太陽如果離地球越遠的話 會晚上比較長 不會啊 不是啦 太陽離地球越遠的話 晚上會比較長 有關係嗎 有 好地球 我們在這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 天下跟天黑是 跟地球的什麼關係 自轉 自轉 地球越遠 地球離太陽越遠 跟我們的自轉 有關係嗎 沒有 沒有 你都感覺光線比較 沒有那麼亮 越像的感覺 應該是 地球的圓中 會變更久 然後你的那個 每年的速度就要增加 OK 誰比說 如果我們一個月遠的話 結果的東西改變 是我們的年會變長 一年360天 可能變成400天 變成800天 哇 但是你自己要好久 這樣一年就有兩個暑假 不會吧 一年就有兩個暑假 一年就有兩個暑假 好 我們定格沒交 定格沒交 不然你想好 對 好 年變長之後 暑假不會變兩次 暑假就會變長 暑假不會變長 對 不會變兩次 但是這樣 事實上如果地球 越太陽越遠越遠的話 事實上小就沒有暑假 你只有暑假 因為你只有 你不會天氣變得冷 你天氣變得冷 真的 對 對 因為太陽變得能量越少了 靈性改變 你只會覺得 能量越遠 然後還是看到光 只會冷冷 對 你就是冷冷的 沒有光沒有很強 你就沒有像太陽那麼大 不會太陽 好 回來 我們如果說越球越來越遠 會對地球主要 沒有用 海平面下降 海平面為什麼會下降 因為 因為沒有引力在吸海水啊 有喔 這樣子嗎 對 長老虎度不會那麼高 因為海平面下降 長老虎度不會那麼高而已 長老虎度不會那麼高 長老虎度不會那麼高 為什麼好處 缺點 好處 缺點是 不會讓小朋友沒到海邊溺死 哈哈哈哈哈哈 沒關係 因為長潮說 那那我 我沒有中答案 然後就被延遲了 OK 好 潮氣八戒 湯氣怎麼樣 潮氣八戒 潮氣八戒 潮氣八戒現在沒有 沒有很 popular 沒有很普遍 沒有很普遍 很普遍 性改變的影響 但是潮氣變小之後 會有什麼影響 這是 與生有關喔 與生有關喔 魚很高於 什麼 魚會變少 魚為什麼變少 因為長潮不住 因為長潮不住降機 長潮不住降機 跟魚變少什麼關係 我知道了 那你今天想跟紅樹有什麼生態 你講過 你長潮不住的生態 因為紅樹有 會跳 長潮的關係 長潮的關係 是什麼關係 長潮不住 之前你要做什麼 就是潮氣帶色的東西 OK 非常好 潮氣帶好 一般來講 你的環境變化又激烈的時候 你越容易形成新的故障 或者生命經常會出現 那我們在潮氣帶 因為事實上整個生命的點化 潮氣帶是扮演的很重要的調色 因為它突然沒有水 突然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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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過程當中 生物要去適應不同的環境 所以就產生第一次變化 它變得一個是很強 一個會產生很多的點化 因為它適應新的環境 可是當你變化越小的時候 生命就不需要做一個延化 它不需要做淘汰 也不會退化 它就可能會這樣 生命的物種就會降低 變化率降低 那它有什麼缺點 如果它很難吃的話 它會很難吃 缺點的話 應該是說 也是感覺足夠的水 但 再講一遍 因為有些過程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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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高的水 OK 這個 少爺講說 有些時候漲潮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鋼狗 如果被潮的時候 有時候傳進不去嘛 因為床會撞到那個鋼的底 會撞到下面有暗膠 會撞到 這兩位同學 這兩位同學 不要再 不要再 打開了 剛剛少爺就這樣 抱歉少爺 對啦 對啦 你們要仔細 請一下 這就是尊重嘛 剛剛少爺講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掌潮 退潮 人大好處是 你掌潮的時候水片很高 你床浮上來 它會撞到暗膠了 可是如果潮下面的話 它就撞到暗膠了 好像就容易破掉 就會受傷 所以掌潮跟退潮 對我們的航空運氣很大影響 好 它有什麼 它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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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電話怎麼樣 核環境 為什麼 這都是可能 這是益測 這我沒辦法跟你講 這應該沒有 我們在做推論 我們在做推論 你那個現下在做推論 要核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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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說可能 我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發生什麼 不知道 還要核心思規 還要核心思規 OK 還要核心思規 這可能是事情 沒有錯 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的衝刷 你的潮心現象變小了 對 在你說台灣鼓勵就變大 哈哈 搞笑 還是抓住我手 他就覺得多舒服 他就覺得多舒服 我們在課堂上不需要有比較親密的接 會不會讓他已經比較好 對啊 你都拿自己抓 會不會讓他 會不會讓你出 欸 你說你也想把他抓進去 去換你 好 好 謝謝 台灣 我們台灣的船上人口 他們 停 停 停 對 男朋友 男朋友 怎麼這麼有心 說減光頭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想啊 就想減光頭 就想減光頭 對啊 他剛剛想要減光頭 對 你問到中間藍的衣服 我想啊 想邊見面 對啊 因為他想去見 這沒什麼理了 事實上我覺得我們很容易 我們很容易收到別人 光能約制 這是我們最大路 等等 所以剛剛自如說 啊 那是我第一次照片 沒有 那很久了 那已經是兩次照片 真久了 哈哈 那現在還說 好 事實上 夜亮 幹嘛這樣 越來越遠的話 越來越遠的話 還有可能性感 就是說我們的氣候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變化 為什麼 因為那個人 因為太遠了 然後他實際上潮溪降低 潮溪的變化降低 像我們風的改變 會那麼大的影響 所以台風可能會變少 台風可能會變少 台風可能會變少 好棒 可能 所以好惹我們 有台風可以讓我們潮溪降 但是 這個人 我覺得 但是實際上 夜亮現在對地球的影響比較小 反正地球本身的 溫室氣體的效應比較大 怎麼樣 假如 有個星球 給我們人一個 一個 蠻壞領利 吸引我們的 利者共濟地 然後利者共濟地 那如果兩個利 如果平衡的話 我們就會浮起來 不是浮起來 你去就這樣 你就會在動面 我們就浮動 所以我一直要往地的跳 我就非常激 所以你就會彈進 然後霸去 哇 開頭… 站哪裡放的 你頭一下 陳昀這樣講 你這樣可以想像 陳昀這樣想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我們從地球做太空轉到月球 我們從地球做太空轉到月球 我們會有在這中間的過程有點上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重力的 這時候月球吸引你的重量 吸引你的力量 月球跟地球吸引你的力量一樣的時候 在這一剎那你就失重了 你就沒有重力的 你就沒有受力的感覺 因為太空不是 太空沒有失重 你現在誤會了 你在太空中不會失重 那個事實上只是說你贏電效 而且你要選運動員才會失重 所以呢 你就到一個地方說兩滴會成這樣對不對 那時候我都要把毀電的引擎什麼都關掉 就用給他試放進去 然後他就慣性上去了 慣性 因為我不是在背嗎 你等一下 飛到一半不是說兩滴的力打到平凡 然後我只要不給他動力 他會成之前的運動 你在太空中的飛行 在太空中的運動 大部分時間都成冠軍運動 是讓火箭的那個衝力沒有那麼多的燃料 讓你持續是從地球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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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在太空中是沒有緊力的啊 可是我們還沒飛到太空中 你不知道還沒衝過的時候 還沒到外帶空中的時候 事實上你這時候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用燃料 一定要燃燃燃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會搞到平衡了 那平衡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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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啊 假設這是地球 這是月球 這個距離 一定是大於那個 地球直徑的大概是 三倍 幾十倍或幾百倍 所以我畫這樣是不對的 也就是說假設真的要畫 那個尺寸的畫 要畫到外面 好 這是地球 這那個月球應該在這裡吧 好遠喔 那外帶空 那外帶空 外帶空在哪裡 地球的大氣有多長 有多大 這麼大 所以地球大氣這麼大對不對 錯 比這大比較小 小 那這麼大對不對 錯 那小小 沒有前面那橘色的地 外面一小時 沒有沒有 白色是地球 你說看 事實上這白色就是大氣層 聽得懂意思嗎 這個白色就是大氣層 白色就是大氣層 白色就是大氣層 白色的最下面就是地球表面 白色的最上面就是地球的表面 懂嗎 懂嗎 所以說呢 陳育講的意思是說 火箭發射 所以你看 我假設到月球去旅行 我的火箭發射有多少 我的火箭的引擎 要點多久 只要到大氣層 我只要到白色 通過白色就不用再點了 剩下就是靠冠軍 空冠軍 飛 就飛到地球 等一下 為什麼月球要怎麼飛到地球 月球飛到地球 只是靠我 靠你 你越轉 你要想啊 我到月球的時候 我是有重力 對啊 所以我只要靠著重力 再甩回來就好了 等一下 這中間會經過多久 幾年 幾天而已 幾個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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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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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可以進去 太空說 在太空沒有失重 我剛剛說 在太空沒有失重 是嗎 是 是 是他沒有失重 所以他會 不會扶起來 你說 這是太空的 你講了失重 我跟你講 假設我現在太空船是這樣走的話 我是沒有失重的 為什麼 因為地球會不會騎重力啊 啊 比到中間的話 那只有在這個點上失重 只有在這個點上失重 你過了這個點 又變得地球吸引了 所以 這些是我電影的 都是地球 不是 你在太空船失重的 前提是 你在形成一個 對地球形成的原動運動 你在地球上 因為我這是一個太空站 最近有個電影很同 我們看過 叫做地球吸引力 好 一個那個誰 那個跟女生的雲石 飛出去 飛出去 飛出來 對對對 他飛進去了 那個是他們在開工半部 結果他生死 遇到那個雲石撞擊 自然應該等到衛星爆炒 撞擊 撞擊到後面是啪 生死斷掉 我們看過了嗎 看過了 就那個他飛去救了那個 對對對 好 好 他會覺得失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到地球轉 那地球轉的時候 地球性 就叫他的重力 恰巧等於他的 圓中運動的向心力 所以他覺得失重 對他平衡 他覺得沒有受益 這叫失重 可是如果太空船 是往月球方向前進的時候 他沒有形成圓中運動啊 對不對 他就是以貫心方式前進啊 這時候不是以貫心方式前進 因為地球正有在拉他 但這個速度夠快 快到他拉他 那個速度可以被接受的 那個加速度很小 但是他有被拉的 所以他不是蜘蛛狀 他上次有一點點重力 一點點重力 沒有人打的重力 等一下 我跟你講 如果人類突然哪一天 太空很厚 然後從單程這樣 腳架就會更好 會變得很激 會變得很激 突然間是著火 一向在火 有溼溫 失溫 看他表面有穿太空船 如果有穿太空船 他有穿太空船 應該不會失溫 但是是燒掉 那你為什麼 他只會有一點 怎麼會有一點重力 會有點重力 還是可以浮起來 對嗎 什麼叫做伏起來 你告訴我 重力很小 重力很小應該說 因為我現在有重力 所以我往上跳 我只能跳20公分 可是我現在重力很小一個跳 我只能跳1公尺 可以跳2公尺 你說我是不是伏起來 蛤 那算伏起來嗎 什麼叫伏起來 伏起來應該是 慢慢就跳起來 就不會掉下來 那叫伏起來 所以你不會伏起來 因為你還是往山掉啊 只是速度很慢而已 OK 好 看什麼力量 下課了嗎 就下課了 就下課了 零四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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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課 我現在不來 下課 我來吧 Depends on you 是吧 好嗎 Depends on you